男人从陌生的密闭空间醒来 整个人被固定在处形架上 更可怕的是 他脸上装有一个眼球提取器 看来这小伙参加了货真价实的数据游戏 果不其然 扬声器里传来了熟悉低沉的嗓音 为了惩罚小伙手脚不干净 他需要在一分钟之内 转动转盘五次 这样他才能保住势力 活着剑到明天 倒计时开始 一旁的吸力气开始预热 男人剑苦苦哀求无果 果断转下低一下转盘 时间一点一滴在流逝 男人转动了第二下 剧烈的疼痛 让他更加惧怕起来 一直到掰断第三根手指 一分钟已经过去了 吸力气准时发动起来 只不过以上只是数据在医院的念想 原来数据的生活因为一次医院检查 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医生的残酷诊断让他难以接受 患有脑癌的他感到时间已不多 还有太多未完成的事情 这时数据来到一家街边小吃店 本想处理一下后事 却没有想到 他竟与一位特殊病友相遇 在他的推荐下 知道了一家先进的癌症治疗机构 光头正式接受了革命性的疗法 让他已经完全康复 甚至给数据展示了治愈后的伤疤 光头给数据留下了治疗机构的联系方式 回到家后 数据毫不犹豫地发送了邮件 次日早晨他接到了来自该机构的电话 他们告诉数据 他们正在寻找志愿者 用以测试正在研究的癌症治疗方法 询问他是否愿意参与 数据立刻表示兴趣 因为对他来说不妨试一试 总比绝望的结局要好得多 为了生存他愿意拼尽一切 数据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前往墨西哥的旅程 机场一下飞机就有专门的司机接待 路上突然遇到一伙穷凶极恶的歹徒 在确认他的名字后 近护送他一路驶向郊区的宏伟庄园 当他推开庄园的大门 眼前出现曾病重的患者阿丽 阿丽兴高采烈地感谢着塞西医生 因为他的治疗让他能康复 数据继续前行 见到了主治医生塞西和麻醉师阿旺 不仅如此 还遇到了刚刚完成手术的大胡子和护士小沙 所有这些幸福的康复者 都让数据对塞西医生的能力深信不疑 不久后数据接受了治疗手术 在注射了麻醉剂后他昏昏欲睡 模糊地看到显示器上的画面 手术正在进行中 当他再次醒来时 塞西医生告诉他手术非常成功 他脑中的肿瘤已经完全被清除 数据听到这个好消息简直欣喜若狂 他毫不犹豫地支付了剩余的医疗费用 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新生命 买下了更多的时间 这次的旅程不再是绝望 而是新生的开始 然而数据在其他地方休养了几天后 再次回到塞西庄园 打算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但却震惊地发现这里已经荒无人烟 医生和护士消失了 曾经一尘不染的手术室也变得一片混乱 数据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但当他掀开翻倒在地的显示器时 他看到的画面 却与他当初迷离呼呼看到的手术视频完全一样 然而这只是一个教学案例的视频 愤怒和绝望再次涌上心头 数据终于明白自己肯定是被境外诈骗了 他对这个医疗机构寄予厚望 却发现一切都是虚假枉然 数据的报复行动开始于他的第一个目标 出租车司机曾经在机场接他 数据很轻松地在司机长区的接客地点找到了他 当司机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绑的手脚无法动弹 手上还绑着两把手术刀 更可怕的是两只手臂上还系着两颗炸弹 数据站在玻璃门外默默地注视着他 司机感到束手无策 只能用小刀割断自己的绳子 但即便如此 他依然找不到出口 这是一段录音带突然从天上掉下来 告诉他必须玩一个游戏 录音带解释道 他的双臂上的炸弹就像他的肿瘤一样 与身体紧密相连 他必须在规定时间内 切除这颗与肿瘤一样的炸弹才能幸存 然而刀片无法切断裸露在外的镀心电缆 切除炸弹则需要割肉 生与死之间紧一线之隔 随后三分钟的倒计时开始了 司机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拼命寻找出口 但所有的门都紧闭 时间剩得不多了 他依然将自己的左手压在柱子上 用右手的手术刀开始割肉 剧烈的疼痛让他汗如雨下 发出凄惨的叫声和哭泣 然而他割下了一颗炸弹后 不得休息 继续刚才的操作 立刻用左手将右手上的炸弹取下 在最后一刻 他将炸弹踢到了货架下 拯救了自己的生命 司机虽然艰难地幸存下来 但接下来那些骗子们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毕竟他们惹到的可是数据老爷子 叫上自己的头号门徒阿曼达后 很快就将这一伙诈骗犯给绑架到废弃的工厂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惹错对象了 小沙发现自己被绑在一台令人恐惧的装置上 他面临的任务是在规定时间内切断自己的大腿 然后取出其中的骨髓 只有当骨髓的重量达到一吨时 这可怕的装置才会停止 否则他将面临头颅被割断的可怕命运 死亡的倒计时开始了 小沙感到极度恐惧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一旁的女医生赛西大声催促他 要他迅速拿起锯子割下自己的大腿 尽管心中十万个不愿意 小沙还是勉强完成了纸靴带的绑定 紧咬牙关准备割下自己的大腿 这个过程如果没有麻醉处理实在太残酷 随后小沙刚刚勉强割断了自己的大腿 然后忍受着极度疼痛 将吸管插入自己的骨骼中以吸取骨髓 但时间紧迫 正当他的骨髓即将达到要求的标准时 倒计时提前到达了终点 可怕的机器将他的头颅切断 于是第一个游戏玩家命丧机器之下 悲剧不可逆转 就在他们准备进行下一轮的游戏时 外面突然传来剧烈的敲门声 一个男人大声喊着 指责这些骗子们 要求将自己被骗的钱退还 这个男人正是数据之前 在手术室里看到的那位刚刚接受手术的大胡子 他手持手电和手枪 决然地走进了黑暗的仓库 看到一个人影后迅速开枪 但当他接近一看 意外地发现射出来的头颅竟然是之前的女护士 随后他便被阿曼达打晕了 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 大胡子解释说他也是被欺骗的一员 现在只是想要追回自己的钱 然而数据却示意他看楼下游戏场景 让大胡子了解一下局势 大胡子不禁称数据为疯子 但数据并不在意 认为这个游戏只是对他们的救赎 他们的生死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便是数据的道德准则 然后数据准备开始下一轮的表演 大门缓缓打开 麻醉是阿旺被推出 紧接着数据人偶骑着脚踏车 缓缓出现在他面前 阿旺发现自己全身被奇怪的仪器包裹 头上还有一个摄像头对准他的头颅 仪器内不断喷出热气 催促阿旺按下录音机 播放的内容是这一轮的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要求阿旺观看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然后使用手术刀在显示屏上进行开颅手术 将自己的大脑取出并放入一个玻璃罐中 只要大脑的组织达到标准 他就能成功通过游戏 然而阿旺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来完成任务 否则大脑组织将溶解 阿旺听到需要取出自己的大脑感到非常害怕 然而数据告诉他 只要大脑组织溶解 他就可以拿到钥匙活命 倒计时开始 阿旺在惊慌中试图打开束缚他的装置 女医生赛西催促他尽快行动 因为时间紧迫 阿旺只能拿起开颅电锯 准备着动手 阿旺打开了头盖骨 用镊子取出自己大脑中的灰质 然而当一小块灰质放入玻璃罐中时 里面的煤叶迅速将其溶解 阿旺根本来不及等待机关打开拿到钥匙 随着倒计时结束 阿旺立刻发出惨叫 变成了青铜面具木乃伊 其他两人目睹这一幕 感到极度恐惧 楼上的大胡子也不禁称数据为变态 接下来轮到阿力上场 他的一只手和一只脚被铁链绑住 悬挂在空中 数据告诉阿力 如果他想活下来 必须用面前的铁锤来砸断自己的右脚和左手 才能从铁链卡扣中逃脱 否则他将被500度的高温烤死 可阿力却一直犹豫不决大声哭叫 直到赛西医生提醒他尽快行动 他才不情愿地拿起铁锤 朝着自己的右脚狠狠砸向 空荡的仓库中只听见他痛苦的哭喊 他皮肤已被高温烧起了水泡 直到连续砸了十几下 才最终成功将腿从锁扣中解脱出来 然而阿力已经筋疲力尽 却不知道时间紧迫无法停下 数据转移了装置的位置 继续照向阿力的脸 阿力看到装置再次靠近 却没有立即砸手臂 仍然试图挥舞铁锤砸坏他 但这是不可能的 在女医生的提醒下 阿力开始疯狂地砸自己的左手 经过几十次剧烈的砸击后 他的左手也终于脱离了锁扣的束缚 整个身体摔到了地上 阿力险些丧命生命垂危 阿曼达想要下去紧急救治阿力 然而大胡子解除了束缚 握着枪指向俩人 数据和阿曼达意外地发现 大胡子不是被骗的癌症患者 而是与医生塞西合谋的同伙 数据突然成为了被反制的一方 大胡子带着数据来到楼下 释放了塞西 然后他给数据带上了项圈 就像之前给塞西设计的那样 数据坚持要送阿力去医院 因为阿力通过游戏 已经赎回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塞西冷酷地将阿力踩断了脖子 这引发了阿曼达的悲痛呼喊 阿力和阿曼达一样 都是一个通关过的玩家 况且俩人有着相同的悲惨经历 就在阿曼达继续伤心时 监控中出现了一个小孩踢足球的画面 塞西将孩子带进了仓库 给他带上了项圈 塞西决心让数据亲身体验他设计的游戏 并让一个无辜的小孩也因此丧命 随着塞西的命令 地板台面升起 头顶的水龙头开始滚滚流淌漆黑的血液 这一次的游戏是像悄悄板一样 两边各有一个开关 只要有人打开开关 血液就会流向对面 而另一边的血液将停止流动 数据掰动开关 使小男孩的那一边停止了血液的流动 小男孩见状不愿数据为自己受苦 将血液又重新流到自己这边 然而数据毫不犹豫地将开关重新打开 甚至用力按住 不允许小男孩再次掰动开关 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 能够用自己的宝贵时间 拯救另一个孩子是最好的结果 然而真实的情况 刚才的一切都是他对塞西的考验 数据早就从司机那里得知 大胡子是他们骗子团伙的一员 现在他们为了拿回诈骗的钱 被困在蜜蜂的房间里 充斥着有毒气体 唯一的通风口被锁死 他们被迫相互残杀 生死悬于一线 原本相爱的情侣则经过激烈的争斗后 塞西用刀杀死了大胡子 赢得了胜利 只是稍微毁了点容 数据老爷子居然也就这样放过了他 如此穷凶极恶的壁驰 给他的挑战远比自己的手下要轻松 而老爷子为了奖励男孩的勇敢 将一大袋子的美刀全部给了他 经过一夜的死亡游戏 几人再次见到次日的阳光 故事的结尾 我们又惊喜地见到熟悉的面孔 正是数据第二大门徒霍夫曼警探 在他的帮助下 抓到这个开头欺骗自己的并有光头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华丽又刺激的生存游戏 而是一场华丽又刺激的生存游戏